欢迎收看大陆实际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鸡蛋好吃的做法 首先准备8个鸡蛋清洗一下 放入锅中煮一下 大火煮至鸡蛋熟了为止 时间到取出鸡蛋放入凉水里放凉 把鸡蛋撬碎剥壳 再次放入冷水锅中 加入八角 香叶 花椒 桂皮 放入少量的食盐 盖上盖子阻止水开 水开以后捞出鸡蛋 锅里放上锡纸 放上四勺白糖 少量的茶叶 放上蒸屉 摆上鸡蛋 盖上盖子 中火把它烧至起烟 打开盖子 鸡蛋熏至微黄色 即可出锅 防止干皮可以抹点香油 五香熏鸡蛋就做好了 吃起来很有味 快去试试吧 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赞转发 加关注哦